你见过吗 这匹马儿因为农场倒闭 六年没修提了 提子都跟切尔西一样了 别看她现在提子不漂亮 等修完了绝对惊艳全场 这么一条下来 是不是有肯牛肉干的感觉 修剪这种提子 小哥会很累 因为六年的积累 提甲密度会很高 会变得非常的坚硬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不用电报 那是因为电报速度太快 很难掌握 很容易削到真皮层 所以小哥宁愿自己累一些 也不让马儿受伤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条马儿的提子 简直是完美无瑕 打磨平整后温热如玉的感觉 最后的样子也太漂亮了 我会在这一条路上 然后我们这里可以看到